在中章頭三線市的交界 一片矮房和翠綠稻田中 開了一間獨立書店 這是愛讀書的老闆為了圓夢 希望改善偏向閱讀環境而開的 他也承諾十年不關 但實體書店經營不易 又碰上疫情 最近只能改成假日書店 老闆希望工部門可以接手經營 讓這個像社區圖書館的書店 可以繼續存在 坐在椅子上看 坐在沙發上看 坐在木地板上看 還是坐在媽媽懷裡看 午後時光在這裡喝著飲料 不管是看書還是滑手機 還是發呆放空 都可以很悠閒 讓我感覺到特別不同的是 它可以讓我們的身心靈 完全地放鬆 然後在這邊可以得到 很大的很大的安慰 很舒服 然後就是環境不錯這樣子 然後讓人家覺得很悠閒 那這邊看書的話 就很悠閒沒有壓力 原來這是愛讀書的老闆 為了一元年輕時的夢想 專為愛書人打奏 開在郊區田野間的書店 當兵的時候在金門 所以那時候對閱讀 有很特別的偏好 所以對閱讀很迷戀 所以喜歡閱讀 所以對書就特別的偏好 所以就夢想 一定要開一家書店 網路普及的年代 實體書店經營大不易 加上地處郊區 目前改為只在週末 假日營業 實體的書店 你可以放鬆地 把你的心靈沉浸在裡面 但是線上的閱讀 第一你會覺得非常的速實 那你會覺得這樣的書店 應該要繼續保留下去 我總是覺得一家書店 能夠在這麼偏僻的地方成立 而且能夠得到 那麼多人的認同 能夠提供給大家 有一個閱讀的可能跟機會 所以我覺得書店的存在 就顯得更有意義了 老闆承諾書店至少開滿十年 更希望能成為百年書店 目前正在洽談 將書店捐給公布門的可能 可以讓自己的夢想 得以延續下去